福布斯中国富豪榜进入中国以来 在榜上名列前茅的一直都是房地产商 但这次新鲜出炉的榜单上 前三名却都是成了中国互联网巨头的囊中之物 那么我们怎么来看待中国富豪榜的这种变化 这个背后又折射出中国经济整体发展的什么趋势呢 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五官场 科技改变命运 科技改变生活 科技改变人类 30年前的福布斯富豪榜 基本上都是些钢铁大王 矿产大王 石油大王和橡胶大王 20年前比尔盖茨的横空出世已经宣告了 新产业新经济将成为21世纪的主流 而自打福布斯富豪榜十几年前进入中国 我们看到的名单 除了地产大亨是永恒的主角 其他的产业富豪基本就是匆匆过客 乏善可撑 变化似乎在一夜之间发生 2014福布斯富豪榜 前三位我们熟悉的BAT的掌门人 马云 李彦宏和马化腾 而且前十位里就有五位是互联网科技企业的大佬 小鲜肉啊 光彩夺目 与此同时地产大亨们只能从最高领奖态 它慢慢的滑到了第四位 前几年那种地产大亨们前十位就占据七八位的时代 似乎也一去不复返了 奇怪吗 一点都不奇怪 钢铁石油矿产橡胶等等大王们之所以能成为上世纪中期的顶级富豪 跟经济所处的时代周期是密不可分的 占据传统经济产业上游的资源控制方 在传统经济蓬勃发展的时期将获取更多的利润 而随着电脑时代和互联网时代的来临 新经济新产业新模式将完全摆脱传统经济的束缚 闯出自己的一片天空 这也是比尔盖茨能长期占据世界富豪榜前列的 深层次理由 中国的事情就更容易理解了 前十年最赚钱的是什么行的 相信每个人都不约耳同的会说出三个字 房地产 那么房地产富豪长期占据富豪榜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下一个问题 近三年什么行业最牛发展最迅猛 当然就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产业了 在国家整体的经济升级转型的大背景下 那么作为互联网产业的三巨头 占据中国富豪榜的前三位 就成为了顺理成章的事 中文字幕提供